《電影新浪潮》 我覺得《電影新浪潮》 就是一個追問初心的過程 電影最原本的本質是什麼 它最感動人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再不顧一切地投入 去找出一個答案 《電影新浪潮》 其實是每一代新人出來拍的電影 就是新的 無論是演員、導演 其實整個氛圍都是一個新的景象 《電影新浪潮》 我想《電影新浪潮》最重要是人 因為要有新人的湧現 要有大量新人的湧現 才會成為一個浪 成為一個海岸 我覺得越年輕的導演 是應該要給他多些機會 支持他們 拍多些好的港產片 給所有香港的觀眾去收看 《電影新浪潮》 《電影新浪潮》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新的衝擊 每一個年代都有新的衝擊 在他們的電影裏面 我看到一些很敢突破 一些以前固有的觀念 也是非常反悶的 很多人忽略了香港新浪潮 其實在電影文化、教育、理論 以及歷史研究方面 都發揮重要的影響 請支持新浪潮、新海岸 康誠導演雙周五十 遇見香港電影 《電影長》 《原來公主》 《電影》 《電影住民間》 《電影中》 《電影たく感覺》 《電影中》 《電影》 《電影》 《電影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